北民有声 那应该还在这栋楼内 可能就在我们身边 温清明白了诚哥的意思 很是小心地和诚哥站在了一起 楼内住户有自己的规则 这个中年人的死 把所有邻居都给惊动了 不太像是楼内租户干的 如果排除楼内租户 那敢公然违背楼内规则的人 除了房东 应该就是其他外来者了 想到这儿 诚哥看向屋内那些 用鲜血绘士的图案 他发现这些图案 大多都和诅咒有关 他曾在立万镇和老城去 见过类似的话 发生什么事情了 五楼走廊里的人越来越多 很多租户都跑了过来 诚哥拽着温清走到了角落里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乱掺和 像暖的血门没有消失 诚哥在进入门的时候 客厅里的怪物也跟了过来 当时他尝试过关门 可惜他不是推门人 根本就关不上那扇血门 现在诚哥怀疑凶手是那个 跟着自己进来的怪物 但是住在楼内 知道那怪物存在的人 只有他 要想办法 引导足够找出那个怪物 看着满屋的血腥 诚哥轻轻吸了一口气 在别人的门后还敢如此疯狂 被诅咒医院的怪物 肯定有所倚症 被诅咒医院 对于门的研究 应该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他们要比我更加了解门 在我眼中 步步杀鸡的门后事件 或许在他们眼中 是另外的样子 被诅咒医院 应该培育出了很多怪物 就比如不孝 这些怪物丧失了自我 人性缺失 永远微小 永远被厌恶 他们非常适合门内的环境 站在角落里 诚哥一边听着这位邻居们的议论 一边抓紧时间思考对策 外来者会杀人很好理解 楼道门上的锁 无法离开这栋楼 所以他需要一个绝对安全的房间 来躲藏 杀死屋主任 那他就可以一直躲在房间里 然后以那个房间为退路 找机会搜查整栋打楼 从这些事情能看出 诚哥和被诅咒医院的形势风格完全不同 被诅咒医院要更加的不择手段 在他们的眼中 门后这些人根本就不能被称之为人 只要结果对自己有利 便可以随意杀戮 被诅咒医院的怪物想法很好 但可能是动手的过程中 出现了什么意外 导致他们放弃了这个房间 选择了其他房间 想到这里 诚哥看向屋内抱着尸体的女孩 被诅咒医院放弃这个房间 难道是因为那个女孩 使用阴桶 诚哥并没有在女孩身上 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孩子柔柔皱皱的 看起来不具备任何威胁 让一下 别挡路 在诚哥思考的时候 六楼传来了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 她回头看去 一个衣冠不整的男人 正急匆匆从六楼跑下来 这男的比其他任何邻居都要着急 燕儿 年轻人嘴里喊着一个陌生的名字 屋内的女孩听到年轻人的声音后 哭得更厉害了 穿过人群 年轻人来到五林寺门口的时候 人直接傻了 她站在门前 全身的力气似乎都被一点点掏空 哥 女孩满脸都是血迹和泪痕 样子既可怜又可怕 到底怎么回事 年轻人进入屋内 跪在了中年男子的尸体旁边 他身体在不断颤抖 似乎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 女孩终于找到了依靠 她一边哭着一边开始讲述刚才发生的事情 这孩子叫做屈燕 她和父亲屈柜住在五林寺房间 哥哥屈营和自己的女朋友住在六林一房间 屈燕平时睡觉比较早 又因为父亲打呼噜特别严重的原因 所以她晚上睡觉一般都会关上卧室门 但就在刚才 屈燕睡得正想 突然听见自己的房间里有奇怪的声音 好像是老鼠在啃咬衣柜 又好像是什么东西在床底下爬 屈燕胆子很小 她立刻打开了床头灯 屋子里没有出现什么变化 但是屈燕还是睡不着 她脑子里总是在不断的胡思乱想 感觉衣柜或者床下面藏有人 翻来覆去睡不着 屈燕越想越害怕 她抱着被子离开了自己的房间去找父亲 敲开父亲卧室的门 屈燕告诉父亲说自己很害怕 感觉屋内好像进来了其他人 屈轨随便安慰了屈燕几句 并没有把这孩子的话放在心上 她见屈燕坚持不肯回房间睡觉 最后只好让屈燕在自己的卧室睡 她告诉屈燕自己会在客厅守着 任何坏人都进不来 叫屈燕安心睡觉 和屈燕说了一句晚安 中年男人就离开了自己的卧室 去了客厅 父亲走后 屈燕一个人心里还是有点犯虫 她把卧室门反锁了起来 大概只过去了几分钟 屈燕刚有困意 她突然听见卧室门把手臂按动的声音 那声音只响了一下 发现没有打开房门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背这么一下 屈燕更不敢睡了 她大声呼喊自己父亲的名字 可是屋子外面却无人回答 她心里越来越害怕 声音也越来越高 直到客厅的房门被敲响 房道门外传来了邻居的声音 她这才下定决心打开卧室房门查看 在门板推开的瞬间 女孩的大脑就变得一片空白了 房间里到处都是血迹 自己的父亲倒在房间中央一动不动 女孩也不知道 她是怎么打开房道门的 门外的邻居本来是想让女孩安静点 并影响自己休息 但是当她看见屋内的场景时 人也直接傻掉了 路道门上了锁 凶手肯定还在这栋楼里 屈燕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她强忍住悲伤 双眼通红 盯着周围的邻居 杀死我爸的人 就在这栋楼里 周围的邻居也相互看着彼此 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当中 竟然隐藏着一个杀人犯 这太可怕了 看着痛苦的屈吟和屈燕 诚哥在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 眼中闪过了一丝疑惑 屈燕最先发现不对 屋子里好像进入了其他人 后面发生的事情 也证明了他的猜测 可那个人 是怎么悄无声息进入屈燕家的 凶手可能拥有屈燕家的钥匙 并且对屈燕家非常了解 再结合刚才到场的顺序 以及一桌打扮来看 我怎么感觉凶手 有很大可能 是屈燕的哥哥屈燕 诚哥的分析不无道理 他跟着寒江警方破获了数不清的案子 对于侦察和反侦察 构建逻辑 证据链条等都非常熟悉 屈燕住在六楼 和五楼距离并不远 绝对能够听到屈燕的残叫 但是他不仅没有第一个到场 一直等邻居都已经到齐之后 他才出现 这中间这段时间 他在干什么 更换沾满血迹的衣服 清洗手上的血污 目光在屈燕和屈燕之间徘徊 其实诚哥还有一个 更加大胆的推测 凶手也可能是屈燕 只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不过这个概率不当 归根结底 还是在犯罪目的上 他们为什么要去杀害屈鬼 诚哥一开始猜测的凶手 是被阻诅医院 但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局势变得复杂了起来 诚哥大脑飞速运转 他通过邻居之间的交谈得知 屈燕和屈鬼关系很差 因为屈燕女朋友的关系 双方闹得极不愉快 屈燕也因此搬了出去 屈燕有杀害屈鬼的理由 但这个理由又站不住脚 再怎么说屈鬼也是屈燕的父亲 他不太可能因为争吵 就直接谋划杀人 墙壁上画满了各种代表诅咒的图案 动手杀人的 应该是被诅咒医院的怪物 这点没有问题 不过我感觉 有人在协助被诅咒医院的怪物 诚哥的涉嫌紧紧盯着屈燕 会不会是 被诅咒医院的怪物 和屈燕之间达成了某种约定 被诅咒医院动手杀掉屈燕很讨厌的父亲 屈燕为其提供掩护和住所 这样一来 杀人共猛 既是利益条件 也能将双方 甭死在一条船上 被诅咒医院的怪物 要比诚哥更清楚门口的规则 他们从很多年前就开始研究门来 知道如何才能更容易地将门站为己有 利益和威胁双管齐下 他们可以和任何人合作 在恶的面前 是更深的罪恶 被诅咒医院的怪物 根本不担心自己会被坑害 我似乎小瞧那所被诅咒的医院了 诚哥拽着温情又往后退了几步 他们躲在人情当中 避开了屈燕的事情 屈燕是楼内居民 也是死者的儿子 更是楼内规则框架中的一员 如果这个人一口咬定诚哥就是凶手 那会瞬间把诚哥和温情推上风喉浪街 让局面变得非常糟糕